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有一种友情叫何久谢娜 有一种爱情叫张杰谢娜 谢娜在嫁给张杰之后 二人也是很火啊 热度一直非常的高 生活更是十分甜蜜人派 在去年 谢娜更是为了张杰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取名翘翘和翘翘 但是 父亲要问一句了 张杰到底喜欢谢娜哪点呢 谢娜在参加妻子的旅行中 谢娜和鲍威尔的妻子包围镜 有一期在海滩录节目 谢娜的衣服更是被水打湿了 一副小鲜暴露了铲子之后的身材 从照片中不难看出 谢娜的肚子上还有生孩子之后的皱纹和肚子上还没恢复好的脆肉 作为一个当红女明星 可以说谢娜为了张杰和家庭的付出真都很大了 换成谁都会被深深的感动 难怪张杰那么爱她了 谢娜张杰在2016年乡格里拉结婚之后 就从来不避讳到 在公共场合大秀恩爱 张杰更是不定期频繁参加快乐大本营 谢娜为了张杰到微博 分享轻功化网友评论 伤害到自己最爱的男人 相信换成任何一个人 都会被感动的不要不要了吧 张杰这么多年 也是把谢娜放在心肩上床 对谢娜的小习惯都非常的清楚 可见他们二人是真的很恩爱 看了谢娜为家庭付出 就知道了在美好的爱情 都是需要经营和付出的 混迹双方都需要互相付出体贴 只有这样婚姻才能走得更长更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